今天的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旅行社跟航空公司新手的 妈祖空中绕镜活动 人本预计三月底就要起航 但是因为疫情一度喊咖 现在发起人再度广规 获得了妈祖同意 将选在五月九号母亲节这一天 空中绕镜 旅行业者规划 妈祖绕镜经典的钻轿底 将选在起飞前 在桃源机场的后机室进行 等到班机飞上空中之后 将会有祈福 或者是送金等等相关的活动 而整个航程是历时三个半小时 每个人的报名费用是五千九百八十八元 这号称是史上第一次的 空中最大竞相团 一般说到妈祖绕镜 你看到的会是这样 有大批信众跟在神教旁 徒步走啊走的竞相祈福 但疫情下妈祖绕镜也有新花招 这会将要飞上天 在台湾空中绕一圈 很有创意啊 对宗教信仰比较虔诚的人 可能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那个商机吧 没有兴趣 我觉得我喜欢徒步走 有宗教信仰刚好是的话 就会有那个兴趣啊 我自己应该不会参与 旅行社和航空公司 携手的妈祖空中绕镜活动 原本三月底就要起航 但受限疫情一度喊咖 现在发起人再度到大甲妈祖庙 博会获得妈祖点头 选在五月九号母亲节这天空中出巡 经典的专教底将移到桃园机场后机室 班机起飞后会先绕行东部再到南部 然后澎湖金门妈祖走一回后再落地 飞行途中将会有祈福或送金活动 全程飞行时间3.5小时 共会有五个航班陆续飞上天 五航的航班是180座 那五台的航班就是大概是900 第一排的六个位置是保留给我们的 就是神像 空中最大竞相团史无前例 疫情过后更将成为绝想 噱头十足 但每人价格含税近6000 这钱花的值不值得 信众们各有盘算 解释续周围姐的特报道